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補拍這個9月最愛 現在已經10月中了 其實今天多少日 今天... 但我最近真的很多功課做 然後每晚都很晚睡 唯一比較有空 應該都是每逢weekend 就會有時間拍片 我把我上個月很喜歡用的東西 都放在紙袋裡 首先呢 看看 這個是化妝棉 叫做Cotton Labo 是日文來的 因為它本身的設計 裡面已經有很多層 所以你一整拾它的時候 就非常容易撕開 就會一張張的撕在臉上 它比起一些比較棉花質的化妝棉 就比較快乾 但就比較方便 因為那些棉花是撕極 也是撕了棉花碎出來的 撕極也撕不到 這個就是很方便 一塊一塊就... 然後下一樣就是菜瓜水 菜瓜水這個我之前已經說了很多次 但我有點後悔 今次我來美國就只買了一支 我很怕不夠用 所以我都很省著洗的 擺到化妝棉的膚 真的很保濕很水 另外前一陣子真的功夫很忙 每晚都很晚睡 那我額頭爆了極多的痘 是一塊塊凸起身 還要撕出來有濃的 很凹凸的那些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皮膚有多差 就可以看回我之前那段 Foundation routine 趁這些這麼好的機會 就要好好把握它 一定要拍一段影片 總之一句說到尾 如果你爆瘡是因為不夠睡 或者壓力大 真的睡覺很厲害 這個就是BodyShop的Tea Tree Oil 之前我有用過Tuesday茶树油 真的非常害怕 話說因為那個是濃度很高的茶树油 我之前因為也是試過爆瘡馬很厲害 所以很貪心 也是用化妝棉 滿了我倒 然後倒到那個棉 吸收了茶树油 然後一下子蓋上去 其實我真的不是敷了很久 哇 令到它是因為茶树油很涼的 哇 真的不斷打打打打 然後那陣子皮 直接打到被那支茶树油燒焦了 好像灼傷了 這個比較稍微 而且現在我知道害怕了 我通常會拿菜花水 然後弄濕化妝 然後馬上倒這個 再一下子蓋在額頭上 是很棒的 而且我覺得是很好用的 然後下一個產品 也是跟暗瘡有關的 就是我在這裡發現 所以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買 如果大家在香港看到都可以告訴我 這個就是Neutrogena Oil Free Acne Wash 它裡面有一些scrub的 即是一些磨砂的 它專門是用暗瘡 還有它說它有這個水洋酸 水洋酸也是專門對付暗瘡的 首先說它的scrub 我覺得它的密度其實很低 你拿一匹其實只有幾粒的磨砂 而且它也挺溫和的 它的scrub又不是大粒 磨下去會痛 或者你會怕弄薄皮膚 每天用都是ok的 我也有聽說過 如果你爆瘡 是不應該再去磨砂 或者像那顆暗瘡的 但我覺得這個磨砂 其實不算很有刺激性 另外它自己的瓶面也寫上 Gentle Scrub 是可以幫助爆瘡之前 已經可以制止它 就是這樣 下一個就是這支OLE的洗澡液 這支其實是我的朋友告訴我 他說他很喜歡這個 所以我就買了 我們可以一起用 它是一個 那些叫什麼 Gamelan Oh good 蘭花 其實我覺得洗澡液對我來說 我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它的香味 這個真的很香 有很多一陣蘭花味 讓我再形容一下 除了不斷說蘭花之外 我可以想到什麼詞語去形容它 很floral 而且它是花香來帶甜味 然後我覺得它的香味 都可以耐久 就是我洗澡涼出來 我都覺得自己很香 第二天早上睡醒 我都覺得這個真的很香 下一件其實之前都說過 不過我每天都用 而且真的很喜歡 我想我用完都一定會回購 就是這個SK-II的日霜 它裡面有防曬的 就是30度和PA3國家 我早上也是用toner serum 其實有時候懶了 直接用這個 有時候趕時間 不要再塗那麼多東西 好嗎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日霜 但是它是裡面有防曬的 我覺得是省了很多時間 這個OPI的Nail Envy 我的指甲其實是很差的 它的健康 因為經常都會很容易黃 而且會很容易斷的 我覺得塗指甲油 最傷的不是指甲油 是那支洗甲水 所以洗甲水 我唯一用的洗甲水 就是Soya那支洗甲水 但是這個Base Coat 它就可以令到指甲 強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變黃 沒有那麼容易斷 我覺得是work的 試過其他品牌 我也是覺得這個最好 有兩隻很漂亮的顏色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兩隻都是S的 其實我又不是特別喜歡他們的掃 因為我的指甲其實都很大塊 所以OPI的指甲油 掃這麼大 一下掃下去 真的超滿足 沒辦法 這兩隻顏色真的很漂亮 這個是Hot Pink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瘦到這些顏色 但是我覺得 如果手指受不了 也可以塗腳趾 我覺得腳趾是可以塗一點 然後穿拖鞋 是很漂亮的 這個顏色 就叫做 Cute as a Button 另外這個 我之前有Post過在Instagram 然後大家都說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因為它真的很漂亮 我挺喜歡它的粉紅色的Tone 而且它的透明度剛剛好 有些粉紅色塗出來 是塗10層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顏色 都是透的 有些好像太實 這個透明度剛剛好 而且粉紅色真的很漂亮 塗出來真的有一點 像是一個GEL夾的 顏色 這個顏色 就叫做 High Maintenance 100號色 說了這麼久 終於到化妝品了 Maybelline這個眉筆 就叫做Fashion Brow 很好用 我覺得如果大家 是沒有什麼預算的 想找一支 有便宜好用的眉筆 這支Maybelline 我也很驚訝 一個drugstore的牌子 可以做到一個 這麼好用的眉筆 它的出色度很好 持久度很好 它後面 有一個 sponge 裡面是 一些眉粉 你畫完 就這樣 這個非常棒 下一樣也是Maybelline的 之前見過很多外國的youtuber 經常都拿這支 來GEL眉 我已經很想很想試 但是 香港沒得買 來到這裡 終於買了來試 但我應該沒有人 特別要用到透明的 這個 用來GEL眉 真的是一流 它GEL完之後 那些毛 馬上突出來 明白我說 什麼突出來 總之 我經常說很難形容 就是 有時候你剛剛畫完眉 然後毛 好像被眉筆 或者眉粉 掩蓋 然後 就好像很混濁 那樣的 很不立體 那你掃一掃 眉毛 那些眉毛 馬上是鮮明 馬上突出來 都是那個字 突出來 大家看到這盒 主要給大家 用來做一個陰影和光影的 我很喜歡很喜歡 這個 帶灰灰的 啡色 我來做一個鼻影 是很討厭的 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有些人 他們打鼻影 他們用錯了啡色 我覺得選一個 對的啡色 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用太紅的啡色 就會變成了 兩條紅色的坑 就會很奇怪 這個包裝是用紙皮做的 但其實它很薄的 有時候帶出去都很方便 不算太牙定 好了 接著就到這兩支的遮瑕膏 其實我之前兩支都用光了 我會一直回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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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真的很好用 這個是Tarte的Criseless Concealer 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有些人覺得夏天用是比較滋潤 因為它是很稠 一坨一坨 而且有點黏粒粒的 因為我自己的眼底其實有很多細紋 所以一選一些乾一點的遮瑕膏 塗在這些位置 就會變得很厚粉 和很茄子 這個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這個顏色就叫做 Light Medium Neutral 是他們新的顏色 之前我用的Medium 它就有些大橙 但我反而挺喜歡這個 它有提亮的效果 這個其實只要你用足夠的水分去定妝 對我來說其實是完全沒有太黏的問題 還有人問過我 其實兩支 你們應該買哪支好呢 兩個的功能是不同的 這個是很潤很潔潔潔 千萬千萬不要拿來遮瑕膏 這個就是NARS的Radiant Creamy Concealer 我也是很喜歡的 遮瑕度很好 又不會太潤又不會太乾 用來遮瑕膏上面的牙齒 真的一流 但是遮眼底 它有少少厚 就是這樣 眼線呢 最近試了這個Wet and Wild Wet and Wild 是drugstore很出名的一個牌子 他們出名是又便宜又好用的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用Jail Eyeliner 有些好像蒙蒙蒙的效果 是用眼線液是做不到的 這個超便宜 好像六元美金 左右 我覺得如果你的眼睛不是極油 其實它是又黑又滑 但是在我身上是有一點點的用 因為剛剛那個用 所以我就決定試一下這個Tarte的Clay Paint Liner 十萬 很十萬 這個 看到它的包裝挺有趣的 是一個 我平時用開的水彩 Water Colour tube狀 擠出來的 很好滑的 很黑的 它比較水深一點 就不像剛剛那個Gel 所以裡面的產品應該沒那麼容易乾 但是 也是溶 一個眼線 如果它是溶的話 其他已經不重要了 我覺得 來到尾聲了 唇膏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我塗了都是那些顏色 就是有一點粉粉的 而且很自然的顏色 因為我平日 就不太喜歡塗太誇張 玩唇色的 但其實我今天已經 特地塗了一個 比較頭紅的 顏色 這個頭紅色真的非常漂亮 但是大家買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 問自己 你平時會不會塗這麼紅的唇膏 買來都是放在一邊 可能你只要想一下 因為這個是很鮮 很塗紅 但真的很漂亮的唇色 這個顏色應該就是 Jennifer Lawrence 在廣播人員塗的那一支 我開始看到它們剛剛新出 所以就搞不定了 又買了兩支 一夜已經 這一支就是一個 Coral珊瑚色 基本上我每天都塗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它們的 formula 它們是一個新的 formula 所以會比之前的更加膩一點 剛剛那兩支都有點貴 所以我也在drugstore裡有些新發現 而且也是非常喜歡的 這個就是L'Oreal的Nude Balm唇膏 它是一個很潤身 又是透明度很高的唇膏 可以說是有適量唇膏 是不是很透明呢 它塗在嘴裡 它會開始融融的 變成了幾樣的油 它聞起來有些雲呢 我覺得有點caramel的味 這個lipgloss我也很喜歡 我不知道大家喜歡不喜歡塗lipgloss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lipgloss 我喜歡嘴很亮 還有透明感很高的 這個呢 一來呢 顏色也是很漂亮 它就說它可以耐久到8個小時 我又覺得沒有8個小時 因為我這麼多話說 還有我又經常吃東西 它真的很長時間 它跟普通一般的lipgloss是很不同的 你塗上去 它基本上好像是在嘴裡 然後它不會滑來滑去 因為lipgloss會很容易滑去 很快就說了兩句話 就沒有了 但這個真的很長時間 整個會在嘴裡很長時間 如果你平時也有塗lipgloss的習慣 我覺得這個 它不會黏到令你覺得很黑暗 好了 還有一支lipgloss 就是Rimmel 這個也是一個 對不起我買來買去 都是這些顏色 但是這些顏色才是你最常塗的 它又是一個淡粉紅色 看不看到 是不是太淡了 喜歡淡漿的你 這個又是一個很容易塗的粉紅色 又是有點甜甜的味 當然它持久度 一定永遠都不及這個 因為這個擺明它的賣點就是 要持久 好了 接著說到最後 還有我雙球鞋 我覺得三雙鞋來美國 兩雙球鞋一雙拖鞋 所以如果大家看我的outfit video 應該我穿來穿去都是這雙鞋 這個是Adidas的Stan Smith 很容易襯衣服 其實它不是新款 其實它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而且好像香港專門店 是不能再賣的 所以我是在旺角水貨店買的 可能貴一點 但是我覺得很值 八寶里大廈 不用一定要去幫我買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 其實它不一定是綠色的 它有很多顏色 而且我是很愛惜它們 我一有一點髒 我一定會把它擦掉 就是要確定它們一定是超白色的 因為我覺得這雙鞋 一黃了就不好看了 好了 那這次的分享又差不多了 謝謝你們收看 希望下個weekend 我又會有時間 繼續有影片和大家分享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 Bye